好,2014年BFSDSD Paper 2A Question 3 今次這一條是講Course Terminology 這條題目多年出的時候都頗特別的 因為很少考虛擾的Bank 你會見到它會給一些Item死 然後叫你填了一些填充 每一個一分,顏色都頗容易去收拾 好了,看看一看,這些全部都是Course的Castification 我們看看,基本上我們上面說 其實這些三,頭四個其實都是Course Behaviour 這些跟Course有關 我們做一些解釋,可以做一些教學 Fixed Cost其實就是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的意思是你無論生產多少都好 Course其實都是不會變的 舉個例子,譬如說是Rands Factory Rands可能會是Fixed Cost 我們說屬於Fixed Cost 第二個,Variable Cost Variable Cost其實就是關於 即是會跟隨著成本 即是會跟隨著生產量而變動 即是生產得越多,就會越大 可能最簡單就是Direct Material 即是跟生產量有關 Semi-Variable就是,這個我想要多一點解釋 這個是說有一個Fixed Cost Fixed Component 即是說有一個固定的部分 亦都有一個Variable的部分 這個我們叫Semi-Variable Cost 行不行 那Step Cost就是怎樣的呢 Step Cost可以看回這幅圖 其實就是它這裏是Course 那這裏就是Activity 即是我們叫Output 其實它是一格一格上的 可以跌回到達技能 但通常OK 通常都是一路一路上 你看到是跟Range有關的 一個Range之下 究竟它的Course是多少 那這裏叫Step Cost 那下面呢 通常我們說這幾項呢 就是做Decision Making 會常見的一些Course 那在我們的Syllabus裏 都有些做Decision Making 譬如Make我Buy Further Process 還是 還有或者 Eliminate Unprofitable的Segment OK 那我們看回 下面填第一條 它Elmarker 是Employed to Operate the Machine For Monthly Wages 那你見到 Monthly Wages 那我明顯是一個Fixed Cost 的Component 然後它說 再Plus 一個Per Unit的 一個數 這個Variable 那我明顯這個填 應該填什麼 那是填Semi-Variable 這裏 行不行 那這個就是個答案 Semi-Variable 第二條 Machine has a Netbook value of 52,000 Evaluating made to sell the machine The Netbook value 是一個什麼 那我們賣不賣走那部機 其實它的Netbook value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就叫做新Course 那什麼叫新Course 就是說好像這樣 舉個例子 譬如你等巴士等了5分鐘 已經等了5分鐘 那你在經濟學上 或者做Decision Making的時候 那5分鐘對於你來說有沒有價值呢 所以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你 這個已經 報廢了 所以你未來要想的就是 究竟我 未來那5分鐘 到底有些什麼的Variable 那才會決定你等不等 即是等不等車 所以我們說 這個Netbook value 即使是你之前買下 那剩下在數寶上面的Variable 其實都是沒有用的費 但是相反地 如果你可以賣到 賣到這麼多 那就是這個是 你 現在它又決定去retain and use it 那就是Salesable value 就是什麼 是一個opportunity 就是說 舉個例子 好像這個case 就是說你可以獲得 這個 如果你賣走就可以獲得 但現在我不賣 那變相好像虧了 這樣 我們說這個opportunity cost 到最後 如果你是sold了 就是賣了 那現在將 租一部新的機器回來了 那現在都幾流行的 譬如可能 講一些photocopier 那現在可能大部分都去租的了 或者很少買一部機的了 那using marginal costing and new rental charge 那每一年都要 那是一個什麼 那我們叫做incremental cost 那就是因為這個 變動 就是因為這個 賣了而衍生出來的新的cost 那我們叫做incremental cost 行不行 那這一條就是2014年的question FREEDA